生于1893年的毛泽东 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 韶山冲乡下的十三雅子 是如何成为20世纪 中国人心中的红太阳 回顾这场登峰造极 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 除了毛泽东自己的推动外 中共许多领袖级人物 包括刘少奇 周恩来 林彪等 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毛泽东崇拜 又称毛崇拜 是指对中国共产党首任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 个人崇拜现象 是中国20世纪中 后半叶的准宗教运动 毛泽东崇拜的具体实践方式 包括淡不现于 穿毛装 别毛挥 读毛语步 唱红歌 跳钟自舞 早请示 晚会报等活动 许多学者认为 毛泽东崇拜 起源于延安整风时期 整风运动 使得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内的 最高地位得以确立 并将毛泽东的思想 写进党章 作为中共党员 毕学的理论根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毛崇拜 有起有落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快速达到顶峰 并成为毛泽东 用来对抗反对者的手段 最为知名的案例之一 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遭迫害之死 文革时期 人们的宗教活力激活动 都被引导至毛泽东崇拜 毛泽东改变中国 影响世界 中国各族人民 由衷地拥护和爱戴他 由于中国浓厚的 封建主义旧思想 旧意识地进染 这种情感 很快便转化成个人崇拜 毛泽东 在成为党的主要领袖后的 很长时间里 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 反对过分的颂扬个人 1945年4月 在起草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 毛泽东一再表示 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 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 写成代表还可以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 那就不成其为党 在中共欺大上 他说 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 无论在军事上 政治上 在党务工作上 我都犯了许多错误 1950年5月20日 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决定在市中心 修建开国纪念塔 塔上驻毛泽东同向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 在来函修建开国纪念塔 旁批写这是可以的 在驻毛主席同向旁批写 只有讽刺意义 他最后在公函上写下批复 祝同向影响不好 故不应注 同年9月20日 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 提出要修理毛泽东旧居 毛泽东便给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人取信 说 请令他们立即停止 一概不要修建 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 事为制药 10月27日 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向中央承送报告 要求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同向 毛泽东立即批示 不要这样 1952年9月25日 毛泽东在对人民日报 国庆社论提纲草稿的批语中批示 邓托同志 不要将毛泽东思想 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 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6年9月 中共八大修改党章 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这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决定 其实 从1948年11月起 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 便将毛泽东思想删去 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4年12月 根据毛泽东指示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说 毛泽东同志曾批示 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 以免引起重大误解 苏共二世大前 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发表题为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著名演讲 抨击了前任苏共领导人斯大林 在位期间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此后苏联逐步实行去斯大林化 据有关史料 毛泽东看到这份秘密报告的那个夜晚 他不停地吸烟 也不想吃饭 他失眠了 不久 在毛泽东的授意和指导下 两篇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 而写成的重头回应文章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分别于1956年4月和1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 此后 形势一步步走向60年代的巨变 中苏公开决裂 国际共运瓦解 中国发生文革大灾难 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非常不幸 却以一种强大的反作用力 触动毛泽东最隐蔽最敏感的神经 他反其道而行之 让中国更加向左转 把中国推向了一条及个人权力与领袖意志于一体 甚至超越斯大林时代的道路 然而在苏公二十大以后 东欧出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中国各地也发生了些小的乱子 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内部 对农业合作化是快些好 还是稳妥一些好 以及要不要反冒进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 这些是使得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思考重点有了转移 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提到苏公二十大事 口气明显发生了变化 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 一把是列宁 一把是斯大林 1957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 对于毛泽东 1956年形势大好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显赫胜利 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 1953至1957 超额完成 他意气风发 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发展科学 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但是 大大出乎毛的意料之外 中国知识分子 利用中共整风的机会 大鸣大放 向党进攻 毛泽东于是在1957年 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运动 消灭任何违逆龙眼的声音 与此同时 他开始公开倡导个人崇拜 个人专断作风 变本加厉 肆无忌惮地快速发展起来 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 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回上 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 毛泽东认为 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 之所以敢于向他提议 反对他的冒进思想 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 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 1958年3月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 个人崇拜有两种 一种是正确的崇拜 如对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正确的东西 我们必须崇拜 永远崇拜 不崇拜不行 真理在他们手里 为什么不崇拜呢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 不加分析 盲目服从 这就不对了 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 也有两种 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 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 要求崇拜自己 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 而在于是否是真理 是真理就要崇拜 不是真理 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 有人反对列宁 说列宁独裁 列宁回答很干脆 与其让你独裁 不如我独裁好 显而易见 毛泽东开始放弃 反对个人崇拜的初衷 甚至欣赏起个人崇拜了 博一波后来在 若干重大决策 与事件的回顾中说 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 和崇高威望 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 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 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 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 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 找原因 长期以来 在我们脑筋里 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 毛主席说对就对 说错就错 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这也就在事实上 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上游好者 下必慎言 成都会议上 中共高层开始合力 为个人崇拜声温造势 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 有人说 毛主席的思想 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有人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 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 而且还难以赶上 有人说 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 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 高级干部要三好 更好 学好 做好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科兴师的调子 更高更离谱 他说 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我们相信 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服从主席 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中共一些重要领导人 如此集中的 颂扬毛泽东个人 这是1949年建政以来 从未有过的 个人崇拜加速度发动起来了 在1959年的在庐山会议上 个人崇拜可以说是 达到了一个高潮 在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事 林彪说 对于全党进一步掀起 个人崇拜之风起了特殊的作用 林彪在拼命向彭德怀头上 泼脏水的同时 别有用心地 以最高的调子 歌颂毛泽东主席 他激昂慷慨地说 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 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彭德怀觉得自己也是大英雄 自古两雄不能并立 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 这是事情的规律 林彪讲的是什么规律呢 真正的英雄世界上 只能有一个 不能有两个 毛泽东是真正的大英雄 所以别人只能处于 唯命视听的地位 谁要是给英雄提一件 谁就是也想当英雄 我们必须打倒他 林彪正是用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的帝王理论 取代了无产阶级领袖 是个集体 领袖内部关系 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赤裸裸地宣扬了封建主义 刘少奇表示 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 个人崇拜 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 实际上是对党 对无产阶级事业 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在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一个领袖的情况下 无条件地维护领袖的形象和权威 变成为全党头等重要的大事 极一人身系天下安危 于是他们都颇为理性地 自觉地站在维护毛泽东的立场上 宣扬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爆发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比肩历史先例 文革初期 中国普通民众 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顶点 对神话领袖的顶礼膜拜 与争相效仿 成就了准宗教的领袖哲学 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 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 就是最高峰的意思 毛主席与列宁一样 是天才的领袖 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1966年6月6日 人民日报 即解放军报 同时以大号字体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做标题 在头版头条登载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 次日 两报同时看了 解放军报 社论 毛泽东思想 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主张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 不论什么时候 不管什么样的权威 谁反对毛泽东思想 我们都要全党共讨之 全国共诛之 带有强烈个人崇拜色彩 红卫兵运动是鼓动青年人 崇拜毛泽东的方法之一 通过宣传的力量 以实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966年8月 从北京的红八月开始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 期间全中国人民都要向毛泽东学习 效法毛泽东 向毛泽东表达崇拜 毛泽东则利用红卫兵和造反派来对抗自身的反对者 文革期间 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 彭德怀、贺龙亦被迫害致死 邓小平也遭到两次戒指 毛泽东利用个人崇拜 在全党全军、全国取得绝对权威之后 便悍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而文革开始后 个人崇拜更加恶性发展 演变成新的造神运动 林彪、江青 康生 陈伯达 支柳 利用广大群众被运动所煽动起来的极度愚昧和狂热 毫不费力就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其中 中共九大在党章上名文立为接班人的林彪可谓绝功之为 例如 对于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每一条指示都必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 一切照办 革命与反革命 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 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 实际就是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 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 最能体现他伟大天才的 是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是马列主义崭新阶段的主要标志 毛泽东是继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因此 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又集中表现为 对待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四个伟大说是林彪在1966年8月31日 接见外地来经革命师生大会上首先提出的 此后又经过各种吹鼓手 从历史到现实无数的论证和吹捧 被认定为千真万确的历史结论 而绝不是一般的头衔修士 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北京 毛泽东是当今当之无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是占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 处在水深火热的民众的希望 是全世界人民心中不落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以毛泽东为偶像的毛泽东崇拜 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表达形式 在公共建筑 公共空间 办公室 及私人空间等等 到处可见毛泽东的各种肖像 使毛泽东成为文革的权力象征 较为特别的表情形式 则包括芒果崇拜 文革时期 中国民众特别崇拜共产党 毛泽东及解放军 具体反映在其言行中 如穿红卫装 望受毛主席接见 穿军装向解放军靠拢 随着文革的发展 部分红卫兵的过激行为 激起民众反感 历经林彪事件 中国民众对军装崇拜 逐渐降温 文化大革命期间 各地建造毛泽东塑像的活动 进入一个高峰期 1967年5月4日 第一座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 在清华大学落成 这座巨型毛泽东塑像 是清华大学 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组织塑造的 1967年5月6日的 《人民日报》 头版还报道了 建造式的盛据 其实 在清华大学毛泽东 想落成之前 山东 贵州等地 已经有了几座大型塑像 在清华大学 建造毛泽东 巨型塑像的影响下 全国各地群起响应 大量建造毛泽东塑像 1967年7月1日 解放军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发出了有关林彪指示 关于建造毛泽东 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 该通知说 建造大型的毛主席 全身塑像 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 自觉要求 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 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 其驻地有大院 有广场的地方 都可以搞 要求各总部 各军兵种 各大军区 迎立即按林彪的指示之行 在毛泽东个人崇拜 达到巅峰的1970年前后 中国人讲的是 三忠于 四无限 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 毛主席 永远忠于伟大的 毛泽东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无限热爱毛主席 无限信仰毛主席 无限崇拜毛主席 无限忠于毛主席 毛泽东的话 被称为最高指示 如果毛泽东晚上讲了什么话 人们就会连夜上街 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 这叫贯彻最高最新指示 不过夜 1968年8月5日 非洲客人送给毛泽东一些芒果 毛泽东转送给首都工人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于是 北京举行的热烈庆祝毛主席 赠给首都工人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珍贵礼物大会 再把芒果分给 全国各地的公宣队 芒果不够 就做芒果模型 分发下去 让全国的工人 都感受到毛泽东的关怀 当时 和毛泽东握过手的人 挥到各地以后 都会在大会上 介绍自己幸福的经历 并且让其他人 卧仪卧谈一直没有洗过的手 也感受一下 伟大领袖的温暖 当时 大街上几乎每个人都 佩戴着毛主席向张 只有地主 富商 右派分子和走资派 没有这个资格 收集毛主席向张 成为时尚 当时 人们对话之前 先要引用毛主席语录 每天要对毛主席 向早请示 晚回报 街头 单位 随处可见 人们在跳中自舞 至此 东方红 太阳声 中国出了歌 毛泽东的歌声 响彻神州大地 毛泽东的造神运动 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程度超过了 历代封建王朝的 个人崇拜 成为历史和世界的笑柄 在中国现代史上 搞个人崇拜 达到顶峰的 就是毛泽东了 在毛泽东之后 也有人想学着 搞个人崇拜 例如 华国锋 想要搞 没成功 现在 习近平 也要搞个人崇拜 也是不会成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毛泽东 具备的几个因素 是后面的人 不可能复制的 也就不可能 复制他的成功 第一个因素 是历史因素 是历史形成的 个人的崇高威望 毛泽东 是共产党政权的 缔造者 江山是他几十年出生 入死闹革命 打下来的 这种人是自带光环的 官员们和老百姓 对革命领袖 往往会有一种敬畏之心 就像对以前的开国皇帝 第二个因素 是人格因素 搞个人崇拜成功的人 是有人格魅力的 他文章写得不错 特别是正论文 不管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 都会觉得他文笔很好 那种文章不是秘书写的 秘书最多是给他收集材料 因为那些文章带个人风格 不是别人能够代彼的 第三个因素 是传统的因素 中国历来有个人崇拜的传统 古代不用说 大家都必须崇拜皇帝 近现代以来 国家领导人也都搞个人崇拜 孙中山搞个人崇拜 蒋介石也搞个人崇拜 所以毛泽东再搞个人崇拜 就是顺理成长的事了 第四个因素是国际因素 在毛泽东时代 共产党国家普遍搞个人崇拜 从老大哥苏联开始 列宁 斯大林 搞个人崇拜 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小老弟们 也都跟着搞个人崇拜 越南的胡志明 古巴的卡斯特罗 朝鲜的金日成 都搞个人崇拜 那么中国的毛泽东 搞个人崇拜 就会被当作是 共产党国家的惯例 中国的官员 中国的老百姓就能接受 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第五个因素 是国民素质因素 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国民的文化程度 教育程度比较低 文盲非常多 对渔民搞个人崇拜 是比较容易的 第六个因素 是环境因素 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闭关锁国 信息非常闭塞 并且受到严密的控制 只能听到一种声音 统治者就很容易伪造历史 神话自己 容易造神 所以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搞得起来 有他的资本 环境 甚至有民意基础 那个时候 绝大部分官员 老百姓 都是真心 甚至狂热地崇拜毛泽东的 当然 不买账的 敢反抗的人也有 会被很残酷地 镇压下去 但那不是主要的 完全靠高压手段 是搞不起个人崇拜的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搞成功了 但是造成了很大的悲剧 而现在搞个人崇拜 就变成了一个闹剧 人们只是看笑话 其实统治者也很清楚 搞个人崇拜 是不得人心的 所以才要采取 各种各样的高压手段 越搞不起来 越想搞 高压手段 就越来越严厉 就要大搞文字语 文字语越搞越多 越来越严重 敏感词和各种各样的忌讳 也就越来越多 抓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 让闹剧也变成了悲剧 上世纪八十年代 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 中共元老习仲勋 大力主张言论自由 甚至提出制定一个 眼下毫无可能制定的 不同意见保护法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 他和中共另一位元老彭真 进行过一次 在中共党史上 绝对称得上 非常重要的闲谈 习仲勋说 要有一个制度 有一种力量 能抵制住文革 这样的压力才好 彭真接话后 习仲勋又非常无奈地说 问题是 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 这样的强人怎么办 他坚持要搞 怎么办 我看难啊 难哪